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还是想把这把扇子打开 扇一扇一股清风 这是今天将要给我们演讲的大师清书的一把扇子 这前面有14个字 真诚 清净 平等 正觉 慈悲 自在 随缘 如果我们设想一下 你自己是生活在一个多种宗教信仰和多种文化 多种种族的一个这样的社会上头 那么你觉得一种什么样的文化观念 有利于你自己本人的发展 或者你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一种幸福感和安全感 一种什么样的文化观念 更有利于促进本地的安定团结和社会进步 那么我们今天请来的最位大的高僧 一身致力于多种文化之间的互融互助和交融 强调一种文化的多元 下面我们有请我们敬爱的大德高僧 靖空大和尚给我们演讲 我很感谢今天也是第一次有机会 在凤凰电视台世纪大讲堂与诸位同学们来讲话 刚才我们听到主持人给我们讲的 在内容的中心 就是今天这个社会 诸位都知道 在中国外国历史上 可以说是 实无前例 一个动乱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面 许许多多知识人 都在寻求如何化解冲突 怎样能够促进社会的安定和和平 那么这个工作 我在澳大利亚 昆斯兰大学里面 参加他们的和平中心的座谈会 都是致力于这个工作的一些教授们 有十几位教授 我才知道 世界上有八个大学 里面设的有和平研究中心 那么也进行有八九年了 都在研究讨论这个工作 这是好事情 我听到很欢喜 但是他们告诉我 从911之后 他们认真做了一个省思 觉得以往 思考的这个方向路线有问题 越战冷战不能解决问题 导致这个911事件的发生 于是就想怎样用和平的方法 来解决争断 所以他们就找到我了 我到澳洲时间不算很长 今年才三年 过去我在新加坡 在新加坡 我团结新加坡四个族群 九个宗教 我们把九个宗教变成一家人 那么澳洲知道这个讯息 所以他来找我 来问我的时候 希望我能够参与 这个和平的消处 消灭冲突 促进和平的这个扩题 我也很欢喜 在佛经里面 我看到雍正皇帝上瑜 雍正在十一年提出三教和一 那个时候中国的宗教如是到三家了 这三家彼此互相批评 互相毁谤 永正他提出他的研究 他的看法 认为三教在形式上虽然有不同 但是在设置上是相同的 无非是教人为善 这是相同的 那么在道教里面 它也有这一篇上语 而且比佛藏经里面多了很多 我只晓得藏经里面是揭露的 这个道藏里面是完全的 所以我本来想跟诸位同学 来研究永正的上语 但他的文很长 内容非常丰富 绝对不是一个小时 能够研究得了的 那么这个课题 我们将来还会找一个时间的时候 把它落成光帝 同学们欢喜的话 我们会赠送大家 那么今天我们就永正皇帝 真正是提倡 现在国际上所讲的多元文化的先驱 我们可以认定它是多元文化的创始人 文化是多元的 宇宙是多元的 我们身体是多元的 这个一定要肯定 但一是决定不能生存的 我跟世界上 许许多多宗教接触 我本来以为这个理念 是很不容易让人家接受 在出乎意料之外 访问许多国家了 谈起来 交谈起来 都很欢喜 都能接受 我说大宇宙跟小宇宙 是一体 小宇宙是我们身体 这是最 我说你观察 身体你会觉悟 身体在外面 眼耳鼻舌身 这就是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国家了 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文化了 那里面五脏六腑 整个合起来 这才是一个人 如果说 我说我们 佛教是眼睛 基督教是耳朵 伊斯兰教是鼻子 我说我第一 你第二 他第三 那是说明 我眼睛第一 我耳朵不行了 鼻子就更差了 你这个人不生病了吗 病严重了 那就要命了 那要怎样 才是一个健康的人呢 各个地 佛教地 基督教地 伊斯兰教地 所有宗教各个地 我身体健康 每一个国家都第一 每一个民族都第一 大国跟小国要平等 平等对待 才由和睦相处 如果观念还存在 我是第一 你是第二 我是大国 你是小国 我是已经开发的国家 你是没有开发国家 这种观念 求世界和平安定 永远达不到这个目标 所以我两次代表澳洲 代表国家 代表大学 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 我这两次参加之后 我就感触就很深 是联合国成立到现在 半个多世纪了 每一年 不知道开多少会 你看看投资的人力 物力 财力 用了多少 和平呢 冲突是 一年比一年增加 频率不断地增加 灾害一次彼此严重 让人家看到的时候 从此与和平工作的这些人 真的是无力感 和平遥遥无期 我听到联合国官员 给我们做的报告 理想是不错 报告完了之后 我向他请教 我说怎么落实 每一个人都是眼睛 看着眼睛 说不出一句话来 不能落实 做不到 做不到的原因在哪里呢 冲突的根源在哪里 他不知道 他只看到表面 没有看到究竟 所以我在学校跟教授团 举行做谈会 在联合国参加这个会议社 我告诉他 冲突的根源在家庭 你们想不想不想的 你看看现在这个社会 夫妻冲突 父子冲突 兄弟冲突 你家都不能够摆平 你怎么能够帮助社会 帮助国家 帮助世界 处理这个问题 我说你这个自自然 你不会成功 你失败了 这个说法呢 他都能有个接受 我说我在这个世界上 走了许许多多国家地区 我选择居住的地方 我说我只看两种事情 第一个 这个地区 离婚率少 说离婚率没有 不可能了 这世界上找不到了 青少年犯罪 这个比例低 我选择这个地方居住 为什么这样选择呢 孔子教我们 违报不拒 乱报不如啊 如果这个地方 家庭有问题了 青少年犯罪率高了 这个地方 社会已经埋伏了 危机了 早晚是出乱子的 头脑清醒的人 应当要回避 远离这个地区 这是正确的 胜任的教会 我说我选择 我的选择是这么两个条件 不选择其他的 那么冲突 更深的因素 在佛法里面讲 是本性与习性的冲突 那这个名词 在外国人很难解释 很难懂得 那是讲解就很麻烦了 所以不得已而求其次呢 我就举清显的例子 就是自立于利他的冲突 这个大家好 问题摆在面前 首先你想到的是 是对自己利益 还是给别人利益 如果第一个念头是自立 然后再想到其他 这个冲突不能化解 不能解决问题 应该怎样呢 应该把观念换过来 要转换过来 必须为别人去思考 家庭也是如此 你夫妇两个人 为什么会有矛盾 会有冲突呢 为自己想 没有为对方想 先生要常常为太太想 太太常常为先生想 准定本年好活 家伙万事兴吗 他不提对方 想专提自己想吗 毛病就说出来了 这个大家容易懂得 今天我们从事 和平工资的人 应当把这个观念转过来 别人是对的 我是错的 别人错了也是对的 我对了也是错的 这个话他们听起来的时候 摇头很难做到 我说是 是很难做到 果然你做到了 你就对于现前这个世界 做出真正和平的贡献 我说我们一定要这样做法 这个说法不是我发明的 我没有这个智慧 我也没有这个能力 古圣先行所说的 中国的汤王 姚圣与汤 汤王 汤王说 天下有罪 罪在正宫 罪在我自己 我说 你没教得好啊 你也教好了 你说同志这个国家人民 谁会犯罪 谁愿意犯罪 谁不想做好人 你要教 你要做人民的表率 家庭一方如实 家庭儿女有过失 儿女无罪 家长有罪 你没有把儿女叫好 那么现在这个社会 你这个是公司行号 你的员工不好 你老板没有把他叫好 你不能再怪他 回过头了反省 自己改过自行 好好地做员工的表率 好好教导他 你这个公司就兴亡了 所以你真正要做到 如吴家所讲 领导人的标准 在家是家长 领导人 公司行号是老板 公司行号是老板 有个国家是领导人 你要做到是军亲司 军是领导人 亲是父母啊 你要照顾他 你要养他了 私你要教他了 你把这三庄事情做好了 你就是盛亡 盛亡 盛亡 中国这历史上所尊重的 所尊敬的 这样才能够解决问题 所以中国自古以来 重视教育 今天社会变成这个样子 真正问题的教育 所以联合国这一次 在这个 以前我没参加过 我这次在这个日本岗山 参加这次会议的时候 议题里面就有一个宗教教育 我看到这个议题非常好 中国古时候 国家怎样治理 适用教育 建国军民教学为先 我们都中国历史知道 中国大一统 是汉朝 汉武帝 为中国建立了教育政策 那么从汉到现在 两千多年 这当中改朝换代不少 制度上有心有歌 唯有教育 每一个朝代改了 它这个教育政策 还是语言谢上一代的 一直到清朝没有改变 我都历史 我觉得这个很奇怪 蒙古人入住中国 没有改变 满清人入住中国 也没有改变 统统统用汉武帝 那这就是值得我们深深去心思 所以中国不是用武力统治国家 不是用警察 也不是用法律 用教育 是建国军民教学为先 你只要把教育办好 你家能够把家教办好 你的家行望 过呢 能把教育办好 这个国家一定是富强 是墨 这肯定的 那我们今天对全世界 全世界动乱 全世界人心不安 在忧虑当中过日子 很痛苦 这是过去历史上是没有的 今天人心慌慌 没有安全感 这问题到底处在哪里 处在忽略聊教育 中国过去讲教育的时候 是四个教育 第一个是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是根本的 第二个是学校教育 那我们今天学校有没有教育 学校教育缺乏人文教育 人文教育缺乏的时候 都知道怎样做人 人与人的关系不小的 没有人跟你讲解 所以人文教育 圣贤的教育 道德的教育 那么第三个 社会教育 社会教育你看看现在 传媒 电视 电影 现在还有网级网络 戏剧 戏剧 报纸 杂志 你看看 这社会教育 教你干什么 都教你傻到盈望啊 这还得了 所以凤凤凰的刘先生 常乐 我们也很熟啊 我在这个香港的时候 跟他讲啊 我说今天 能够救世界的 拯救世界的两个人 整大两个 不是一个是国家领导人 一个就是你们 媒体主持人 你们的影响太大了 你能够毁灭世界 你能够救世界 现在看你怎么走完了 你是愿意做上帝来救世界呢 你还愿意做魔王来摧毁这个世界呢 真的在你一年之间 第三 第四个就是宗教教育 那么现在大家都知道 家庭教育没有了 学校教育也没有讲伦理道德 社会教育 这个诸位都很清楚 所以今天 唯一的 我想能够拯救世界的呢 那就靠宗教教育了 可是今天宗教 也叫我们看到很悲哀 为什么呢 宗教只着重宗教的形式 而没有实质的内容 实质内容是教学啊 它不是迷信啊 我在澳洲 这个澳洲政府一些官员给我借出 我问我 法师 你用什么方法 把这个新加坡九个宗教 能够变成兄弟朋友一样 我说我用的是 佛经上教给我的六度四摄 什么是四摄法呢 这个四摄法是大臣教里面的指导 刚要 四摄法要很多人讲解的时候 照着佛经名相讲解 那个讲的我们听不懂啊 也没有法子用啊 要用现代的话来说呢 四摄法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法 现在讲公共关系法 交际法 你把四摄法用在家庭 你家庭 家伙 家伙万事兴啊 四摄法用在国家的时候 你过就好了 我刚刚在此地 这边的朋友们 要我写几个字 送个做纪念 我写了两个字 三河 三河是什么意思 你们到故宫去看看 太河殿 中河殿 宝河殿 中国列代帝王 就是用这个来统治国家 来教化人民 太河 是宇宙啊 宇宙是和谐的啊 自然是和谐的啊 我们这个整个身体是和谐的 你看 五官和谐 五脏和谐 它要不和谐 要对立了 你毛病就出来了 所以我们今天 科技虽然发达 它不懂这个道理 破坏地球生态环境 就带来了自然灾害 其实它不是自然的 是人为的 哪里是自然灾害啊 没有一样 不是人为的 那么我们现在呢 一些无知的人 破坏自己的身体 这是破坏自然生态环境 最显著的 美容院 那么破坏自然环境吗 这整容 这是很糟糕的事情啊 现在好像是你觉得 比一节美一点了 但是你要想到 后骨不堪设想 我就遇到很多 整容的时候 十年之后 二十年之后 毛病发作了 他跟我说 苦不堪议 那是破坏自然环境 还有饮食齐菊 不小心 这个贪吃 偏食都是破坏 你这个身体的自然生态环境 你找出很多病啊 那么我也认识 影艺界不少的朋友们 这个年前的女演员 现在已经是四十五十以上了 身上一身病来了 怎么发作呢 现在才是后悔 后悔来不及了 为了什么呢 爱美呀 不知道保养身体 所以到这个四十五十之后 病就发了 这些事情 我们在许许多段 看到太多太多了 都市 真的是 我们中国语句老话说得很好 不听古人言 吃亏在眼前 所以 身为中国人 是很难得的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了 祖宗的教诲 那是真正的学问 也是通过几千年的试验 证明它是正确的 不是虚假的 所以今天很麻烦的是 在迷信外国 总是觉得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 这是很大的一个错误观念 那去年 这个SARS的问题 SARS发生之后 我在澳洲 我还传证给刘先生 常乐先生 我特别传证给他 SARS是个很普通的感冒 会死那么多人 怎么死的呢 被媒体吓死了 天天在播放 报纸杂志都在心上 吓死了 这是小事情 不值得一提的 何必要那么报道呢 错误了 真的是把人吓死了 我就告诉他 澳洲每年死于感冒的 两千多人 美国每年死于感冒的 两万多人 你看SARS在全世界 死亡的没有超过两千人 比普通感冒还轻 何必那么渲染呢 这是一种瘟疫 瘟疫很平常的 自古以来 春夏止胶 秋冬止胶都会发生 那么中国的草药 很容易治疗 防范的是更容易的 但是大家不相信中医 不相信中国东西 外国东西好 花多少钱的时候 最后还死人 我听说我们北京 好像有一个导演的时候 他们告诉我的时候 我们这边有个中医大夫 刘大夫给他开的药方 一副药利人民币六块钱 三副就好了 他是被送到医院 西医没办法治疗了 吃三副中药 他就出院了 没死了 我们不相信祖宗的东西 要吃大亏呀 现在外国人走投无路的时候 到中国来挖堡 到印度去挖堡 我们要珍惜自己 这个古老的传统 不但能够帮助自己 也能够帮助苦难的世界 能够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 所以活 活是天道 这个天就是自然的 自然的道 称这为道 大自然的法则 大自然的运作 称这为道 我们随顺自然的运作 这个叫德 所以太和是道 宇宙本来是和谐的 人与人之间本来也是和谐的 绝对没有冲突 圣贤教导我们 没有冲突 你说中国人讲德 德标榜帕克斯 孝提忠信 离义廉耻 这是随顺自然 不是一个人定下来的 好像戒律境界一样 叫我们的时候不是的 它是自然的 所以伦理是道 伦理是夫妇 父子 兄弟 君臣 朋友 这是道 这是自自然 本来就是这样的 不是人为的 所以能够随顺自然 这是道 中国道德有两个说法 另外一个说法是 忠孝仁爱 心意和平 我们把两个和起来 除掉重复的十二个字 孝提忠信 离义廉耻 仁爱和平 这十二个字 你看在中国 两千多年 历代的一些帝王 圣人 贤人 贤人 君子 都是这样 教导社会 教导大众 这个国家 虽然改朝换代 两千多年来 始终维持 大一统 这是很不容易 所以在这个地球上 稀有难见的 英国唐恩密博斯 过去在这个日本 给池田大作的那些谈话记录 我看到这个中文的一本 我到日本提起来 他们大家印象都很深刻 唐恩密书 世界到二十一世纪之后 由于资讯发达 交通变迁 这个世界就等于像 一个国家一样 能够真正统治全世界的 只有中国人 中国人是 有这个聪明智慧 有历史文化的条件 他讲得很有道理 我说这个日本人都点头 他都是在他们地区讲的 印象比我们深刻 人家知道中国的 历史文化的优秀 所以他说 解决二十一世纪社会问题 只有中国恐懵说说 跟大乘佛法 这出自外国人口里 非常可惜 今天 可孟孟学书跟大乘佛法 没有人去研究 大家疏忽了 认为这东西是宗教 宗教都是实力迷信的 我在年轻的时候 也是把这个都看作迷信 所以是非常排斥 我在二十岁的时候 对哲学很有兴趣 我的老师 方东伟先生 这个也是近代的一位 大哲学家 我跟他学 他告诉我 他把佛经哲学 在学校做一个单元来讲解 他说佛经哲学 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 又告诉我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我说有这么好啊 以前我完全把它排斥掉 所以这样一来的 我才明了 他说那个里头有真东西啊 世界上任何国家 他民族宗教里的所没有的 于是我就到这个寺庙里面 去找什么 找佛经 有佛经在那个时候 市面上找不到卖不到的 只有到寺庙里面 去找大长进看 越看越惯惜 所以才相信老师所说的 不是假话 我一觉风行啊 以后我出家了 方冬闻先生说 你真干了 我说是啊 你不是讲对吗 人生最高的享受吗 我也来试验试验看看 我就干了53年了 那确确实实 可以开造命运 可以主宰命运 现在世界人 心目当中所求的 求财富 求聪明智慧 求健康长寿 他们求不到 造无量无边罪业 找不到求不到 我都求到了 那我怎么求的呢 我从佛教里的求来的 佛教到我们 这里的有道理 有理论 有方法了 如理如法的去求啊 所谓富士门中有求别 那是真的 一点都不佳 你不懂得道理 不懂得方法 你盲目地去追求的时候 这是不会有感应的 你求不到的 因为这个理论 这个就讲的是音 语言 果报 所以你要懂得音 你要怎样改变你的语言 把语言操纵在自己手上 那个果也操纵在自己手上 这是一门很深很大的语言 所以我们学了之后 首先改变自己 我们内心 身心活目了 所以我跟这些人往来 这些都是世界上有名的教授 每一个人都是波数学位 跟我在一块开座谈会 他们的疑难杂症不能解决 我都能够解决 所以这个格里菲斯大学校长 我说发誓 你讲经教学四十三年 我跟他认识都是四十三年 他说你这四十三年 有没有遇到过不能解答的问题 我说好像没有 他说你才是真正的好校长 所以他学校送过荣誉波斯学位 请我去参加他们的教授团 什么原因呢 告诉诸位很简单 我心是静的 他们心是动的 一静之动 他在动的当中 他很多东西他真的搞不清楚 我心清静 心地空空什么都没有 心要跟太后相应 身要跟中火相应 最难得的是你能够保持 所以我教这个学佛的同学 从六合提升到三合 三合这是最高的 六合是佛经里面教初学的 儒家讲的 何为鬼啊 我们今天 这是再三的考虑观察 从宗教我们来下手 首先团结各个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宗教怎样团结 每个人都说我的教 他的教都是邪教 都认为他这个教里的重逢的是真神 别人都是魔 都不是真神 我跟他们接触 我说我肯定承认 你们都说宇宙之间只有一个真神 对一个真神 我说你们认为这一个真神是宇宙的造物主 是的 我说每一个宗教都这样说 这个造物主不能是大家来合作的吧 你们不相信吧 不承认 我说我们承认一个神 你承不承认这个神 有最高的智慧 有很大的神通 他能够变化 这个他相信 他说我们神 我说那就行了 我说这个真神 在基督教就变成基督耶稣 在佛教就变成释迦牟尼 在伊斯兰就变成穆罕默德了 都是一个人变的 这个他妈想起 想想有道理有道理 这就谈结起来了 我说那你要是我这个大你小的时候 你不是骂你自己的神骂 这个道理也是佛经上说 你们常常看到千手观音 你看到观音像 那观音头上有好多面孔 这三十二印 印以什么神得度就献什么神 印以基督神得度就献基督神 印以阿弘得度就献阿弘神 印以什么教得度就献什么样神 都是观音菩萨 都是一个人 都是一个真神 这个观念没有想到的时候 我跟他们讲解都能接受 所以很容易把宗教就变成一家人了 所以我把千手观音送给天主教的主教 我真送给基督教的长老 这些印度教的巴哈裔教的 我通通都送了 我说这是真神奔来的面目 他能够随着众生的欢喜爱好变化了 你喜欢什么 他变化什么 其实都是一个真实 形象虽然不一样 教学的方式不一样 内容是一样的 都是教你要爱别人 所以我佛门自古以来的 就常说了 佛教是什么 佛教是慈悲为本 方便为门 佛他不讲 佛家不讲这个爱 他讲慈悲 慈悲就是爱 慈悲跟爱什么 哪里不同呢 慈悲是理智的爱 不是感情的 感情的爱是靠不住的 会变化了 所以你们世间人说 男女相爱 我常讲 那是假的不是真的 虚情假意 你看看 今天结婚 没有几天他离婚了 这不是真的吧 真的是永恒不变 永恒不变 叫慈悲 它会产生变化的时候 这个就不是慈悲 这是爱 但是圣经里面所讲的爱 那是慈悲 它那个不是感情的 它那个是理性的 我在日本的 日本的有一个牧师 也是大学教授 十姐 我第一次到日本去的时候 在日本电视台 他做了一次访问 他来访问我 大概好像将近有五十分钟的时间 他问了我很多问题 我都给他解答了 最后他告诉我 他说发死 我们基督教信念很小 不能容纳别人 他说这个问题 有什么办法解决 我说这个问题 就在你们神经里头 神经哪一段呢 神爱世人 他说这个有 我说神爱我 不爱你 他就愣住了 他说怎么会爱你 我说我是世人 神爱世人 当然神爱我 我也爱世人 我跟神志同道合 我说你呢 只爱基督不爱世人 所以说你基督绝对不爱你 我说我肯定的不爱你 最后我告诉他 佛家讲慈悲 你们基督教讲这个 神爱世人 神是抽象的 空洞的 神怎么爱世人嘛 那佛菩萨怎么慈悲嘛 我说必须要懂得 神知人员 要把神的爱心呢 发扬光大去爱世人 你们代表神爱世人 这就对了 佛弟子 要把佛菩萨的慈悲 乐视在自己身上 对一切众生慈悲 这个就是真正 佛神教导世人的意思 不能把意思错毁了 错毁了你的迷信 你的感情 你智慧没有开 那这个世界慕斯就给我变成个好朋友了 我每次到日本的时候打个电话 他就来了 所以慢慢地说就变成一家人了 真的是这是很难很难转过来 我们用山桥方便 能把他的这个错误观念转过来 信仰扩大 今天我们不要考量 我是哪个的人 我是哪个地区的人 今天我们头一个念头 我们是地球人 我们生存在这个地球上 希望地球上 所有一些众生 活摩相处 希望大家是平等对待 不平等就不能活摩 所以我常常提倡就是 大国跟小国要平等 富国跟平国要平等 我们要帮助平肉 全心全力照顾他们 帮助他们 教导他们 不能够对立了 所以化解对立了 从事活平工作的人 头一个条件 把自己内心里面 对一切人 对一切事 对一切物的矛盾 对立 这些东西统统化解 化解之后 你才晓得 你的身心自在 没有忧虑了 没有烦恼了 没有得失了 然后如道跟德就相应 如道德相应之后 你的智慧 你的佛德 这佛家讲的时候 智慧德相 德是德能 相是相好 只有天天往上增长 这个就是符合于 大自然的法则 跟大自然生活 成为一品 这个比什么都重要了 所以希望 让诸位同学 留意 与中国传统的教训 深贤的教诲 决定不顺于性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刚刚与这些 从事与和平工作的人 一接触 一接触的时候 他就觉得 我们的东西 值得他们思考 值得他们研究 这就是很好的一个开断 这是我在此地 劝导同学们的 那么这个祖国 我过去也回来过几次 而且在这个你们的学校 我最初来的时候 北大 我送了一套四库全书 会要 以后还送了一套大藏金 在你们学校也设了奖学金 在国内设奖学金 大概有一百多个学校 那么送四库会要的 是每一个省 自治区 特别是都送一套 好像送了有三十一套的样子 这个虽然不常回来的 我对祖国确实很关心 很怀念 但是现在在国外 这个我们知道 这个世界和平 与我们自己的国家 与我们自己生活息息相关 那么这些事情 我们能尽到一分力量 我们都不能够退协 尽心尽力 去从事这个工作 可这个工作做得非常辛苦 古人讲的话 我们常常想到了 要自己勉励自己 所以圣人常受天下之责 天下人责备你 毁谤你 无辱你 骂你 二物责人之心 我们要学着 我们自己决定没有责备别人的意义 我们能够承受 他为什么会责备我们呢 他对我们不认识 不了解 我们为什么不责备他呢 我对他认识很清楚 很了解 所以我当然不会责备他 他要是明白了 他会赞叹 他不会责备 所以要向古圣鲜血学习 要从自己内心做起 那么我在澳洲办了一个佛教的静宗学院 这个学院是今年才开阔 今年一月才开阔 我是两年基础办 要求做什么呢 要求学弟子规 好像现在国内的时候 小朋友念弟子规也多了 念没用处 讲也没用处 要做到 这个是真正教育的根基 定定在此地 我们小时候没学 现在要误补 念念 你真正能做到了 我要求主要三样东西 第四回 道教的太上感应品 佛教的沙弥略义 十条界 二十四门为一 两年当中一定要做到 做不到就淘汰掉了 所以两年教育 学做人 澳洲政府告诉我 他们计划在十年之内 引进新的移民 两千万人 那么澳洲现在居民 只有两千万人 在以两千万人来的时候 就是增加一倍 所以我跟他们的移民部长 说 我说这么多新移民来的时候 增加一倍 你们的社会问题有问题 社会不是像现在这么样的安定 好平 他说对 他们也想到 我说我有个办法 帮你解决 他就很用心地来听 我有什么办法 我说澳洲 现在有三十九个大传学校 利用学校的设备 寒假暑假了 我们来办讲座 办短期讲座 时间是两个星期到四个星期 第一 扩程讲什么呢 就讲平等对待和母相处 我们怎样 旧的居民跟新的移民 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宗教信仰 怎样能够在这个社会里面 平等对待和母相处 就叫这个扩程 他听得很欢喜 他说这个扩程好 这个扩程将来教了之后 他说这年轻的学生 一定会来学 他要不学的话 将来公司老板要雇人的话 他一定问你 有没有学过这个扩程 你没有学过这个扩程 他不娶你 他不娶你 这个好 非常好 所以我跟他们总理见面 也谈这个问题 这个扩程重要 人与人的关系 要摆在第一位 其他的都可以摆在第二第三 人与人的关系 比什么都重要 所以我说澳洲带头来做 我们利用这个函数价 来办这个 这个扩程不收费 男女老少 什么人都可以来报名 来参加 来学习 那么但是开这个扩呢 那需要私资 所以私资 我们现在就要准备 就要在大学里面 开这个学习 招收这个学生 将来这个学生 专门担任这个课程 这个课程是长期的 不是短期的 就是教人怎样做人 那么这个内容呢 注意就清楚了 我们儒家的伦理道德 你也是把中国这些东西 介绍给他 他们不一定有兴趣 你要讲的是 现在人与人这个交往 这个关系 他们非常重视 社会安全问题 是全世界每一个国家 这个政府都非常重视的问题 我们必须从这个地方下说 是有几个国家带头来做的时候 事情就好办了 那么这个最近几年 印度尼西亚 这是全世界最大的回教国家 他们这个国家 有两亿两千万人 信仰伊斯兰教的 占全国人口八分之八十五 那么还有信仰这个佛教的 基督教的 天主教的 印度教的 占少数 后期来信仰宗教的人 占全国人口是百分之九十五的样子 这么大的一个比例 所以我去访问的时候 我跟他们讲 我说你们国家有前途 他们都很痛苦 我去的时候 他们国家邀请我的 所以这是 这个下了飞机 就到总统府 这个副总统 他们国家几个部长 就在那接待我 我就跟他讲 你们国家有前途 你们国家好教 他说为什么 信什么 这个没有宗教信仰 很难办 他不相信 他不能接受 而且他说 有些还少说排斥 所以信神的好教 我说教今天 一定要讲解今天 他们国家有宗教部 部长给我是老朋友 我就告诉他 你的部里头应当要设一个 这个宗教教律师 来推动 他们国家是五个宗教 五大宗教 来策划 推动宗教教育 每一个宗教里面 选个三五个 这个这个 讲师 来讲解今天 教人怎样 依照神圣教诲 去生活 去工作 去处事待人节目 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教学的方法呢 用电视 国家办就好办 国家电视台 拿下一个端用的频道 24小时不中断的传播 我说你这个国家 一年学分看电 所有这些纠纷都没有了 现在这几天忙着选举 那都忙着选举 看看底下是哪一个人的做总统 不过这些竞选的这些人呢 跟我关系都不错 不管哪个种种种 这个我们的关系都可以能够保持 所以是信仰宗教 信仰神圣教诲 容易办得多 如果印度尼西亚真的能够把宗教教育搞起来了 由这个媒体来传播 每一天用电视来教导全国的人民 这个基神要很多经费 你培养这么多师资不容易 人力 物力 财力都不容易 你只要培养 每一个宗教培养三五个人 我们用一个电视台 就能够教化全国的人民 他们的复原也很大 岛国 全国有一万七千多个岛屿 所以很不好搞 所以利用这种远程教学 能够收到很好的效果 我给他们谈得很多 给他们国家的领导人 这个宗教的领导人 都能接受 所以这是都能够向这个方向来走 我想的时候选举之后 他们七月选举之后 我要来推动 要把这个理念来落实 为什么呢 这个地区 如果是安定和平 对于整个亚洲有好处 对整个世界起模范作用 所以他先天条件好的姓神 所以我现在在学古兰经 要跟他们交往 他们没有人讲 我也可以讲古兰经 我过去在新加坡 我过去在新加坡 讲过天主教的玫瑰经 现在光碟在天主教流通 很热烈 我说没想到有这么好的效果 我说那一次讲的 因为受时间限制 好像是三个小时 讲这一部经 我说讲的不够详细 如果真正大家欢迎 这天主教徒欢迎 我说我一定会重新 好好的来讲一遍 可以用十个小时到十二个小时 把这个不够详细 讲出来的时候 来供养他们 这个都是我们要帮助别人 要了解他 要认识他 最重要的是真诚地爱护他 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宗教不可以比较 人家说你这么多宗教比较 不可以 宗教都是神圣 我们是凡人 怎么可以批评神圣 他有这种资格呢 我说我们接触宗教 只有学习 每一个宗教的神 都是我的老师 一律平等看待 我是佛的学生 我也是耶稣的学生 我也是真主的学生 通通一律平等 拱进 一律平等 学习 我能学到真东西 才能够把许许多多神圣 融会贯通 那我自己的受用 你们当中有误会 我没有误会 我能帮助你化解误会 这才真正是消除冲突 这是我出现南庭后屁 也是我 coaching 第二天 一定不易 最会 创ascular 六十เพ 许意 词 三四 尖 九都 刚才晋孔大师的这一个开示开讲 大家听得都非常欢喜 通过这一个大师的这个开示和这个演讲 大家可以看到 大师像光风济月的胸怀 非常的开阔 非常的这个仁厚和这个非常的宽容 那么我想可能今天在座的很多大学生 还不太熟悉晋孔大师 我这里稍微再补充介绍一下 晋孔大师的俗名是 徐彦宏姓徐安徽卢江人士 生于1927年 那么他是1949年去了台湾 一直研读经史古文文学 在这个初入于诸子百家呀 各个方面这个包括西方哲学和这个东方的哲学 那么先后追随过方东美先生 张家大师和黎炳南居士来研习这个佛学 达到13年之久 那么到了1959年的时候呢 大师就在台北的这个圆山宁祭寺剃度出家了 那么受居足界 在出家以后 广泛的在国内外弘扬佛法 讲述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佛教中间的一些经典 像华严经啊 法华江 金刚经啊 六祖坛经等等 这些大臣的经论 那么一直到现在可以说40多年没有间断 四十六年 四十六年没有间断 对 四十六年没有间断 而且大师是首开风气之线 就是使用了最现代的一种传媒视听手段 用这种东西来作为一种弘扬佛法的这样一种教育方法 大量的制作了佛法讲经的录音带和录像带 然后分送到世界各地来弘扬佛法 那么而且大师对佛教这样一个词 还有一个新的证明 就是什么叫佛教 什么叫佛教 是佛陀教育 就叫做佛教 因此大师这一生也是以这一个用佛的精神 用佛的教义来融贯 刚才大师说的世界各种宗教的一些经典 一些教育 然后对众生来进行这一种教育 来破除迷信 启发真挚 然后使我们众生获得一种辨别真望正邪 是非和善恶厉害的这样一种能力 建立起一种理智的 大觉的 奋发的 进取的 乐观的 向上的 这样一种慈悲济世的人生宇宙观 来圆满地解决我们众生的很多一些痛苦 和我们世界的一些面临的很多的一些困局 那么刚才听完大师的这个讲演以后呢 我想有几个问题要向大师请教一下的 就是因为听到大师的演讲以后 我马上想起了大师过去的这个夜市 方东美先生 那么方东美先生的书呢 我在北大读研究生的时候 是认真的拜读过的 方东美先生给我的感觉 是一个天马行空式的这样一个哲学大师 而且他的学术知识 他的那个学问知识 融贯东西 而且具有一种诗人的激情 具有一种诗人的激情 那么方东美先生的话 他的哲学的核心就是 以生命为中心的宇宙观 然后由这样一种哲学 扩展到文化领域里头以后 因为方东美先生后来大量的工作 其实是一个大文化 做一个大文化的工作 那么他需要了解 我们世界上为什么会产生 这么多不同类型的文化 那么这些不同类型的文化之间 到底他们自己的本身的特点是什么 他们中间有没有一种 共通的可以互融互补的东西 然后把这个东西合作起来以后 然后方东美先生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大愿 就是想要建立一种理想的 世界文化的这么一个蓝图 那么他就努力的想 在各种文化中间寻找一种 他称之为叫做共命会的东西 找到这种共命会的东西 然后建立一种融合的 互融互补的这样一种文化 那么刚才我们从 静空大师的演讲东西 也感觉到了 大师的这样一种抱负和胸怀 那么我想向大师请教的就是 您觉得就是方东美先生 当年提倡的这种各民族的 优秀文化的互融互补 然后找出这种共命会 来建立一种理想的 世界文化的难途 可行吗 可行 可以做到的 因为这个理念不仅是他一个人 现在有很多的学者都这样的寻求 因为四十是一个很好的增上源 那就是资讯发达 交通变迁 确确确实实 这个地球真的是变成地球寸 你想想我们在过去 在这个二次大战的时候 虽然还没有明淫的航空 我们从中国到美国坐船 要一个多月 现在只要十几个小时 听说最近要发明快速的飞机 速度比现在要增加一倍到两倍 那么换句话说 从中国西岸到美国的东岸的时候 一天半事情亏来回 这就方便多了 这就促成 有这个必要 要把整个世界的文化融合成一体 你才能够生存在这个地球上 地球不是像从前 交通不变 老死不相往来 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才构成很多的族群 不同的文化 是这么产生的 这是由它这个历史的背景 那么今天在这个交通变节 科技发达的时候 自自然而它要融合 它要融合成一体 所以这个我们必须要晓得 不能够墨守成规 墨守彼此互相 还是有界限 那这个世界会很悲惨 没有和平 就是一定要走向 整体的共存共荣 和平幸福 那是有这个去向 所以有此必要 刚才大使讲到这个慈悲 和我们一般世俗生活中间 经常使用的 这个爱的这个区别的时候 大使说慈悲 是一种理智的爱 是永恒不变的一种 一种一种爱 实际上也就是基督教 或者天主教所说的神爱 那么这是我想起 这个佛经中间的 特别难理解的有八个字 叫做是同体大悲 和无缘大慈 那么同体大悲 和无缘大慈 我们很多人都非常爱理解 但是这又是理解慈悲 这样一种理智的爱的 一个关键 大使能给我们 开示一下 这个无缘大慈 缘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条件 无缘就是无条件 这个爱是没有条件的 不负责任何条件的 同体大悲 那这个是很深 意思很深 这是说明说 整个宇宙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所以它同体 那么这个同体 很难得 近代的科学家发现 他们是从数学里面推断的 这是我在澳洲 有一个大学教授 他从美国太空总署网络上下载的 这一篇报道 拿来给我看 我看得很欢喜 最新的报道呢 它有三桩事情 第一个就是 肯定了空间 空间不是真的 在某一种条件之下 空间会等于零 空间等于零 就是没有距离了 这个是一个发现 第二个发现 时间 时间 也不是真的 时间在某一个条件之下 时间也等于零 时间等于零 没有过去 没有未来 这是时空这两个大问题 一直都没有办法解决的 但是他们现在发现 这个理论 但是不知道用什么方法 能够实现 可是这种事情 在宗教里头 特别是将在 印度教跟佛教里面 早就实现了 那什么方法呢 禅定 在甚深禅定里面 没有时间 没有空间 所以甚深禅定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过去 可以看到未来 那就是没有这个时间 你可以看到原距离 像祝福菩萨的世界 像天人的世界 那就是距离没有了 这是在禅定里面 什么原因呢 现在科学家讲 不同维持空间 那我在佛法里面 讲十法界 这十法界 十是一个代表素质 它不是这种物质 它代表无量 一到十 它代表无量 是个圆满的 所以就是无量的法界 科学家讲 不同维持空间是无量的 在禅定里面讲无量的 跟佛法讲的那个法界 意思相同 可能是一个境界 这不同的讲法 那么这个能从什么产生的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在佛经里面讲得清楚了 这个现象是我们的妄想 分别执着产生出来的 那你就懂得了 那禅定呢 禅定是把妄想分别执着 统统放下 那统统放下的时候 这个空间为四就不存在了 那就最突破了 定功越深 突破的境界越广也越深 所以你就能够看到过去未来 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能力 这是你的本能 你知道过去未来 你知道整个宇宙 这本能 你现在为什么不能呢 一天都要胡说乱想 把你这个能力丧失掉了 所以丧失掉不是真的丧失掉了 佛家讲的是暂失失掉的 因为你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 你的能力就恢复了 所以本能它不会失掉的 所以佛在经上讲 一切众生 故故都是佛 跟这个诸佛如来 平等平等 没有差别 这是佛家讲的真平等 你现在不过是什么 是个糊涂佛而已 是个带着有妄想分别执着的佛 你那个妄想分别执着是假的 总有一天 你会把他放下 把他甩掉 你就能恢复到你自己的自信 这个讲法是什么 我们想是 或情 或离 或乏 所以这讲时空的问题 那另外一个发现就是 宇宙的起源 科学家 大多数现在都同意 宇宙是在膨胀 那这个膨胀的这种现象 那就是爆炸 所以大爆炸的这个理论 现在很多科学家都在发现 大爆炸 到底什么东西爆炸出来的 总有个东西爆炸了 现在原子弹爆炸的时候 它总有个弹子才能爆炸了 到底什么东西呢 所以科学家把这个名词的时候 取个名叫原点 这个原点有多大呢 他们的计算 他说我们头发 用比喻来说头发 我们比喻这个扇子是一根头发 把这个头发切断 切断这个头发的平面 平面的直径 从这一段到那一段 排这个宇宙的原点 排多少过呢 亿百万亿亿亿 后头三个亿 他说这个是原点 宇宙的原点 那么整个宇宙呢 浓缩就成为这一点 这么小 那现在我们这个电子 电晶体那个时候 浓缩很多东西 那比这个原点差太多了 这个原点是整个宇宙啊 整个宇宙浓缩成一个原点 这个东西华严经上讲到 这其实有点像庄子说的 就实际上是 智大无外智小无内 对对对 是的 他这个是 是佛经华严经上讲到 华严经上称为微臣 微臣里面有世界 世界里面有微臣 微臣不大 世界没有缩小 所以在真正这个四十真相里头 没有大小 没有大小 没有内外 没有这个距离 也没有先后 这个才是四十真相 佛经上称为诸法射相 这个很难懂 身这广我们能想到 那个身我们想不到 身是怎么说的 这个世界里面有微臣 那个微臣变成世界的时候 它里头又有微臣 微臣里又有世界 重重无尽 所以它没有底 其广无边 其身无底 这个是 宇宙之间的 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佛法里的无数语叫 化而如是 所以你懂得这个道理 你才肯定整个宇宙是自己一体 既然是自己一体的 你还能有分别吗 牙齿跟舌头是一体 有的时候大家会想 牙齿咬到舌头了 把舌头咬破了 那么舌头还要来反抗一下 把牙齿拔掉吗 那怎么会呀 不是 一体 整个宇宙是一体 所以说 那不同的种族 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一切众生 不但是我们人同一体 情与无情 同缘中之 无情是什么呢 是讲植物 是讲矿物 是讲整个宇宙自然现象 也是同一体 这个事情 我们学了佛之后 我们明白了 我们就落实了 家里面 房子里面的 小动物 老鼠 蟑螂 蚂蚁 常常见的 很麻烦呢 现在我们能跟他沟通 蚂蚁跑到房间来了 我们就或者蚂蚁菩萨 你从哪里来 你就回到哪里去 我们彼此互相不相干扰 他懂 一个小时之后 他自己走 干干净净 一个都没有了 听话了 你不能伤害他了 你伤害他的时候 伤害又多 为什么呢 他报复心 仇恨 所以我们做朋友 不做敌人 虽然蟑螂 老鼠都一样 你这好好的时候 他是菩萨嘛 我也是菩萨嘛 我们彼此都是菩萨嘛 你好好的勾搭 非常有效 连花草树木都是如此 你爱心照顾他 他喜欢听音乐 我们就常常放佛号 读经给他听 长得特别好 花就开得特别美 特别香啊 他要这回报啊 其实可以沟通啊 那么这些矿物 所以这几年的时候 我是前三年前 大概是两年前 三年前 有个同学 也是从网络上揭露下去 日本将本胜不死 做这个水的事 水是矿物 他做了今年是第十年了 第十年 确确实证明啊 水一会看 他会看文字 他会听 他懂得人的意思 所以他呢 把这个 比如说战争和平 写上战争 贴到这个玻璃杯上 贴上一个小时之后 把它从显微镜底下看的时候 他显示出那个接近的图案呢 很不好看 好像很悲惨的样子 那个和平呢 像一朵花一样 雪花一样 非常美 但是他的试验 圣殿的试验 从来没有两个图案相同的 那么他是一个学者 所以他也不信仰宗教 那我看到这个报告之后啊 我说他这跟《乐阴经》上讲的一样 《乐阴经》上 佛说过 他说 诸法所生 就是一切法得法生 因心成体 世界微尘 世界是最大的 那微尘是最小的 现在我们懂得 佛经上讲的微尘 就是世界的原点 一切因果 因心成体 那么这个心呢 就是我们的意念 所以 所有一切万物 整个宇宙是合的 没有一样东西是死的 况无 我们人的意念 影响它 这个就是佛经上常讲的 静随心转 外面境界 是我们心转 你明白这个道理 就不要看风水了 我们的心好啊 那个不好的风水 我到那去一住啊 所有山和大地都变好了 随着我的意念转嘛 我的心也不好啊 人家说那个是风水保地啊 我的心不好 心又贪嗔痴慢了 我到那里去住上个半年的时候 风水就变坏了 所以看风水要从心里看 不要从外面看 外面看不准 心里看准确了 准极了 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 所以说山和大地 随着我们行转 然后你都晓得 所有一些什么天然灾害 自然灾害 不是的 是我们心里念头转的 那么一些人的善念 把整个宇宙就变善了 握念的时候 把外面环境也变握了 都在一念之间 这个不能不知道啊 那么许多宗教 虽然没有讲六道的 至少他讲承认 他有天堂 他有地狱 天堂地狱 天堂是善念变现的 地狱是恶念变现的 都在一念之间 这个我们一定要懂这个道理 所以情欲无情 同愿众之 这个是真的 不是讲的 所以我们很欢迎科学家 来做这个研究工作 但是科学家很可惜 他们有接触到佛法 他有接触到佛法 我相信会给他带来 更多的灵感 他会有更多的突破 大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啊 刚才您的讲演中间 您讲到了印度尼西亚 这个国家的例子 因为印度尼西亚 现在我们从各种各样的媒体上看 是一个比较社会混乱的一个国家 对不对 但是呢 您对他们的政治领袖说 这个国家非常有希望 因为这个国家有95%的人信仰宗教 那么另外的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中国 中国现在世界上最安定 最稳定的一个国家 但是也有人说 我们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家 那么按照您刚才的逻辑 就您推导印尼的那个逻辑 来推导中国的话 那么我们这种安定 实际上是很靠不住的 因为我们没有宗教 我们的人不信神 那么您觉得我们中国应该怎么办 在中国 中国有根 中国不信仰宗教 是在最近这一段时期 在过去不是这样的 所以它几千年来 接受了圣贤的教诲 根深蒂固 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国家地区 那么印度尼西亚呢 他们跟中国不能够相提并论 这个国家在没有统一之前 是西方人的殖民地 那么脱离殖民地 自己建国的期限很短 好像只有几十年 二次大战之后 只有几十年历史 所以没有这个传统的历史源源 于是造成了许多的党派 我到里面去议问的时候 大大小小党派有两百多个 那么出来建言总统的呢 听说有二十多个人 这是比较大的这个党派 有影响力的党派 所以民主有民主的长处 专制有专制的优点 我们必须要好好地去度理事 要好好地到全世界去旅游去观察 你自己才能够明了 到底哪个制度好 哪个制度不好 我觉得制度没有好不好 好不好责任 儒家讲的话是很有道理 人存正义 人亡珍惜 人能弘道 非道弘人 如果是个真正有道德 有智慧的 牺牲奉献为人民服务的人 无论什么制度都好 那都是圣人 如果是没有道德 没有智慧 完全自私自利 只顾个人享受 不顾人民死活的 不管什么制度都不好 我的看法是这个样子 那么中国跟西方呢 我在美国住得很久 过去住过15年 跟美国人常常接触 也常常谈谈 美国向全世界推行民主 我就认为这是他的错误 为什么呢 他不了解 这个世界的历史文化的根源呢 你们这个国家建国才200年呢 真正的美国人是红番呢 现在变成极少数的民族了 那么你们都是从欧洲各个地方移民来的 到这块新大陆 移民来就说 像我们做生意啊 每个人摆个摊子 这是一群摊贩的 摊贩的时候 你没有历史的渊源呢 那你要是找一个代表 那这个代表怎么产生呢 当然大家选取 我们推选一个代表 那这个是获利的 获清获利的 这是对的 可是中国不行的 中国是老店的 几千年子子孙孙传下来的 这个老店你也叫他分家 也叫他的是兄弟 这个哥哥和这个分家 这是绝大错误 这是很不人道的事情 我说中国的这个制度 在美国行不通 美国的制度在中国 同样也行不通 不能强加于人 强加于人 你代给人家是灾难啊 所以人家问我的时候 我惊恐发誓 你赞成君主赞成命 我说我赞成君主 君主有个什么好处呢 君主你看 你只要多历史 每一个朝代开过的帝王 他虽然有私心 但是他一定要顾忌 全国人民的复制 他要疏忽 人民复制的话 只顾自己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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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权力的 或者是物质的享受的话 他那个政权 就会被别人取而代之 所以你看看 他培养接班人 这个在民族国家里 就绝对没有 国内里面最好的老师 最优秀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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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 私资的时候 请来做太子的老师 他是受过最好的教育 他的老师真的是有德行 有学问 好好教他 他将来做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帝王的时候 他能够好好地教老百姓 为人民服务 你要是真正读这个 你才晓得 那个帝王是真负责人 你不相信 你看看这个 《四库全书》里面 那是乾隆编的 你看看清朝这个 列代帝王 你看看他们的言论 看看他们批的那些公文 你就晓得 真的是爱国爱民 真的是怕做历史的罪人 一个不好的经义 他看到 我要照你这样做 我将来在历史上被人骂了 他都写得很明白 他很聪明啊 他不迷惑 清朝之王 王在慈禧太后啊 那这个里头 在佛门讲的是 另外一个因果的问题 凡事都有因缘 所以这个专制的时代 他考虑的久 想得很深很远 民族上台只有四年 他不会想得那么久 想得那么深 所以这个事 我叫的是 这个接班人的时候 无论在智慧德行 在这个 这个 心量上的时候 那是 比不上 君主时代 昏运 那都是 云国之君 他要不施犯了很重的错误的时候 人民不愿意起来造反 人民只出来起来造反 推翻他的时候 那已经是 加给人民的痛苦 人民已经很难忍受了 这才起来 所以才起义 这些道理我们要懂 所以我对于孙中山先生很佩服 孙中山先生的理想 的确是很难得 他把中国的这个传统 君主的这个优良的地方 把外国的民主能够集合成一体 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 很可惜 他短命 他六十多岁就过世了 没有能够把他的理想来发挥 非常非常可惜 那么这个是 这个孙先生 他这个心目当中 就是一党专政 从前他是一个帝王 他是一个家族 一个家族来统一 管理这个国家 那么他是 激活全国的人才 成立的一个政党 以这个政党来管理的这个国家 是一党专政 而不是一家专政 这个集民族跟君主的优点 很难得他这个想法想得好啊 这些我们都应该要好好去研究 有两三个党他就有斗争 以后斗争就麻烦 你看看现在 所以你们讲民主 台湾是世界第一民主 台湾是世界第一自由 已经把民主自由发挥到灵力极致 你们就去都晓得了 你们看看这种民主 你要不要 很冷静地去观察 怎样能够帮助社会安定 那么中国有没有危机呢 有很严重的危机 但是现在我们又看到了转机 这个转机是什么 现在有不少的人在提倡儒家的 能力道德 这就是转机 中国要不能够再回归到能力道德 不回归到圣行的传统就有危机 所以不能够完全 跟着西方物质文明走 物质文明走到最后是毁灭 我在昆斯兰大学 我们这个和平研究中心 里面有一位教授 美国人 这是个资深的明教授 有一天 我们在一起吃饭 他坐在我对面 我们聊天 我就叹起来了 我说美国的教育 是不是从幼稚园 就开始叫竞争 他说是啊 我说你知道吧 竞争在升级是什么 斗争 斗争在升级 战争在升级 世界末日 我说你们这个教育思想 是死路一条 东方人的教育 从小上叫忍让 彼此互相忍让 这是活品 活路 你们走死路 所以他现在走不通了 现在问题真正到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 方都梅先生讲的 方老师讲的话 真正是个愚人 没有智慧 手上拿着毁灭世界的原子弹 你这都可怕 真的 所以我们中国 中国人一定要就要知道自己祖宗 这个五千年传统的 那是神圣的教育 所谓神圣教育 就是符合大自然法则的教育 神 前几年 九九年吧 九九年五十年 建构五十年 我来参加这个庆典 国家宗教局接待我的 那是剧长叶祥文先生 他请我吃饭 就弹起来 他说我们共产党是无神论的 我听到之后 我说 剧长啊 那个神那个字是什么意思 他说不出来啊 他什么意思 我说神 你看看 用转字写的时候 你就清楚了 转字 这个左面是个是 是上面呢 两横 两横呢 上面也很短 下面很长 那个在古时候 这个字就上子 上下的上 就是上天 下面三条 三条表示上天垂向 用现在的话来讲 自然现象 哪一样不是自然现象 人生也是自然现象 这边是什么 这边是个身 身你用转字写出来 这就等于三个关口 这一条线贯通啊 那这个意思很明显呢 你通达宇宙自然现象的 这个人就叫做神 我说是这个意思啊 我说是啊 如果是无神论 你说那就肯定 世间没有一个人 能够了解宇宙自然的真相 那人不就都变成愚人了 愚痴了 他说那我们以后不能再讲 无神论了 对了 没错 所以你要懂得 这是个字什么意思啊 神这个意思就是 通达宇宙 这个自然的真相 我们佛法里面讲的是 诸法识相 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 你能够通达明了 这个人就成为神人 圣跟神是一个意思 圣是明了 明了 宇宙人生真相的人 成为神人 明了还没有完全 没有完全明了 没有完全通达 成为贤人 圣人是完全通达明了 是这个意思 在中国这个字的意思 你要搞通啊 你要懂得它什么意思 所以现在变成这个简体字的时候 这个是很糟糕 这很多的意思都不同 都都看不出来了 所以中国文字在全世界 任何国家民族找不到的 智慧的符号 你仔细去观察 你会觉悟啊 早年我在台湾 有一个在家的同学 他年岁也很大了 那么在台中 我在台北奖金 他写了一封信给我 他找到一个女朋友想结婚 他问我的意思 我只写了一个字 用明信片寄给他 写了一个字 写个什么字呢 婚这个字 你看那个婚 结婚的婚 我得写一个字给他 叫他自己想 以后他不结婚了 见到女人就婚了 我到以后见了面 我说怎么样了 没有结婚 哎呀 我说你只懂得我一半的意思 还有一半的意思 你没懂 那一半什么意思 结了婚之后 还不婚就叫婚 这就是真正结婚 结了婚之后不能就婚了 所以你要经得起考验呢 在一切境界里头 你明了的时候 你就不会婚了 也就是说 见了这个女人 对对对 不婚 然后才和她 结婚 对对 不错 不错不错 所以你懂得一半 能不能什么 中国文字之妙 充满了智慧 所以这个不能改 改的时候 这意思就没有了 这就看不到了 所以你像我们祖宗 替我们设想 这是多么周到 还有这个文言文 我那个时候就是 召集的 就是大家不学文言文 可不得了了 文言文是一种工具 我们祖先发明的 全世界各个民族没有的 就是说 知道预言会随着 这个地方 会随着时间产生变化 但是呢 这个文言是永远不变的 你只要能懂得文言 人说你读孔子的书 就没有跟孔子同心一样 意思完全能沟通 能表达 这是真正的构学 真正了不起的东西 文言文不难学 我现在还收藏着 以前收藏着有十一二本 现在搬家搬太多了 搬没有了 现在还剩了三本 是什么 民国初年 小学 学生募犯作文 我现在还有三册 现在呢 从前小学生 大概十岁左右的 写的文章 现在大学文学系的学生 念不懂 还要去查资料 你说这个过文程度 真叫一落千丈 从前都那么小 他为什么能写得出 那么好的文言文的文章呢 没有别的 读 所以中国说读诵是非常高明的 这种教学方法传了几千年 我们今天吃外国人的亏 认为什么呢 小孩不能叫他死辈 你不知道 小孩 他这个头脑的时候 他的专场就是记忆力 记忆力最好的时候 把他一生当中 应该记忆这种东西 在这个程度全部完成 他一生不会忘记 你要是不跟他记忆了 小孩也会胡思乱想 这麻烦大了 你正规东西 要在念的时候 他不会胡思乱想 所以他的心理很纯正 这个是很好的教育理念 可惜现在没人懂 所以小朋友的时候 一定叫他多徒 就是叫他背书 不要跟他讲解 到十三四岁的时候 他只会慢慢开 所以中国从前没有中学 只有小学 只有太学 太学就是大学 大学里面讲解 讲解不要扩本 老师也是被课的 学生也是被课的 所以讲解多半是 老师带着学生游闪玩水 一路走一路讲 带着酒带着饭的时候 去旅游去玩 所以度数落 你想你们现在度数好苦 你们现在不是度数落 所以他们都是度数落 该背这东西全部都背过了 所以不需要带数本 研究讨论 开智慧 所以这个都是中国 你看祖宗几千年传下来的教育方法 那方法太好了 所以从小他就懂得做人 那中国的这个理念当中 都一定要晓得 人生结果的近三个阶段 少年 培养福德的根基 他的复制都是从小培养出来 所以管教很严 不像西方小朋友 猴猴婆婆天真烂漫 将来长大什么都不懂 这个小的时候 要严加管教的时候 他真的有德行学问 都在这个时候养成 青年的时候 为国家 为社会奉献 造福 为人民造福 晚年享福 外国人的时候 是少年享福 中年拼命 老年的坟墓 苦不堪言 你们想想哪个制度好 晚年享福 是真正有福报 福报都在童年享光了 你说他多可怜 所以我们在外国住的时候 外国人看到中国人 这个儿孙还来看看老人 他们很羡慕 他们的儿孙 离开之后 一辈子不会再见面 偶尔写个明星片的时候 哎呀 欢喜得不得了 你看我这个小孩还记得我 我们听得很难过 这就是东西方文化不相同 东西方教育不一样 我们一定要看到 要亲眼去体会到 你才晓得你才会有个比较 所以中国这是一个过渡时期 只见过初期是过渡时期 稳定之后 我深深相信 我们传统的这个文化 必定会复兴 这个复兴就像唐恩比所说的 会带给整个世界的安定和平幸福 我想下面的这个同学们已经已经变了很久了 有很多问题一定要向大师请教的 下面这个有向大师提问的请举手 好 那位女孩 穿红衣服的女孩 静空大师您好 刚才听了您的讲演呢 我很受取发 在这里呢 我也想向您请教一下 就说您今天讲演的题目是 多元文化下的宗教 那么从宗教的起源 它的诞生来看 似乎是一定的宗教 是在一定的文化中孕育出来的 从这一点看呢 宗教和文化似乎是有着非常近的亲缘关系 那么从宗教的传播上来看呢 宗教也有着非常宽广的胸怀 它是不排斥任何一种文化的 那么现在就是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 就有的人把宗教和文化完全地混为一谈 把宗教当中极少数的一些 极端主义分子的一些 带来的一些恶果 归结到是宗教出了问题 甚至是无限的泛化到是文化的过失 我想问一下对这样一种观点 您是怎样看的 谢谢 这个是当前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我们不能从宗教外表看 从宗教外表看 你看不到宗教 从宗教形式上 你也看不到宗教 你也无法了解宗教 你真正要了解宗教 认识宗教 一定要从经典里面去看 那么现在这些 所有出来这些问题的呢 都是背叛了它的经典 背叛了它的宗教 那这就没法子了 你比如说 我听说在中国 这个有一些 这个 这个伊斯兰教的时候 好像是 夺取 这个一般人的财物 这个在他们经典的时候 绝对不虚口的 每个宗教都是教人好的 就是在佛教里面 所以我们 今天佛教 这佛门弟子 最基本的 这个佛陀的教诲 舍山业道 几个人做到了 舍山业道 第一个 深 不淫欲 不偷盗 不杀神 你几个人做到了 口 不妄语 不脸蛇 脸蛇是挑拨是非 不齐语 齐语是花言巧语 欺骗别人 不悟口 言语没有粗鲁的话 不贪 不成 不吃 这是最基本的 这是佛教导 教法中的最基本的 这个舍条 这舍条都做不到 其他都不必说了 所以 我们要认识宗教 要了解宗教 方东梅先生告诉我 从经典里面去看 你才看到真正的东西 你才看到 这些 无论出家在家 修佛的 他是真修佛 是假修佛 我就知道了 真修佛的 我们尊敬他 假修佛的 也不要去批评他 为什么呢 心底厚道一点 他为什么 他学的假的 不学真的呢 没人教他了 这是佛在 《无量寿经》上说 先人无知 这是不设道德了 无有余者 属无怪也 你不要怪他 他没有 他没有人教他 我们也要有这个信量 他没有认真地学 那如果我遇不到方先生 我这一生绝对不会碰佛教 那为什么 他看着形象 不像吗 不知道这里头有真东西 他这一介绍之后 我们再一看镜子 这才了解 这里面真的有宝藏 无尽的宝藏 这汤恩比说的不错 确确实实能解决 二十一世纪 社会一切疑难杂症 所以我们现在 有这么一个机会 能够把这个东西 介绍给大学 介绍给联合国 这是很好的一个机缘 让他们在这个里面 去找解决问题的智慧 解决问题的方法 每个宗教都好 所以一定要去读在今天 好 再听 这位同学 这位男同学 金峰大师您好 我想问您问题是 就是我听过这样一个故事 是小河里面有一条船 然后风吹 船动 然后有人说 这是船在动 也有人说 这是风在动 然后也有人说 其实风没有动 船没有动 是你的心在动 我想问金峰大师 您认为到底是什么在动 这个故事跟这个六族 慧能大师 初次建印宗法师 讲这个《涅槃经》的时候 这个讲堂外面的翻 这个风吹着在动 以那边就是针之 是翻在动 那一边就是风在动 不是翻动 就起了摩擦 起了针之 彼此互不相让 这个能大师在旁边 听到之后 就给他们讲 不是风动 也不是翻动 人这心动 这个问题立刻就摆平了 你的心不动 翻也不动 风也不动 你的心动 所以才翻会动 风会动 这个道理很深很深 我们刚才是提了一提 但是没有办法升降 升降是占很大的时间 那就是静随心转 这是很深 很高深的一个问题 你慢慢可以去研究 确确实实 我们的心动 所以才有六道轮回 才有这个世界 如果我们的心 真的倒不动了 这个世界就没有了 这个山火大地都没有了 勇家大师讲得很好 梦里明明有六趣 就是六道轮回 那是什么呢 梦是什么 梦境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比喻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的人的时候 你心动 心怎么动呢 你有妄想 你有分别 你有止住 所以才会有这些现象发生 如果你的妄想分别 执着通通都没有了 这个世界就没有了 你所见到的是另外一个世界 不是这个世界 这就讲 我们讲的是不同围次空间 你突破这个空间 你进入另外一个围次空间 这个也是很有趣的一个问题 总而言之 就是我们在前面讲到 连动物都有知觉 世界没有一样东西是死的 全都是活的 所以我到日本 在日本讲经 我就去看这个江本博士 我就参观他的实验室 他给我做出一个详细的报告 他这几年的成绩 用幻灯片来讲解给我听 我就告诉他 我是根据佛经的这个理论 任何矿物都有知觉 你做进一步的实验 你实验土壤 实验杀石 它都会有反应 你善意对待它 它的结晶很美 你这个卧意对待它 它的变化的像就很好看 所以你就能证明 整个宇宙是好的 所以我们起心动念 影响整个宇宙 这个佛家讲的感应 那是学佛的人起一个念头 一切祝佛都知道 为什么知道 自自然而然 本能就是如此 所以这个速度 不能够用我们的观念来说 因为它突破了时间 就没有速度了 所以一念就变化界了 就没有速度了 现在在天文学上讲 多少多少光年 那是小屋间大屋啊 那不能说的 在一刀那之间的时候 就变满整个宇宙 那在一念之间的时候 你就 整个宇宙 你统统见到 所以心要近 这句话真正的意思 是将你心要平静 所有一切万物 都是从动当中产生 所以我要跟 有人问我了 你在这个大学教授团里面 在联合过来这里头 那我听他们的东西 我能够解答 能帮助他们解答问题 这种智慧从哪里来的 我说的很简单 我说他们心都是动的 我的心是近的 以静之动 就是从这来的 静声晦眼 动声烦恼啊 动里面都是妄想分别执着 妄想分别执着 怎么能解决问题 问题是从妄想执着生的 是这个妄想执着就不能解决问题 你要用清净心 清净心生智慧 智慧才能解决问题 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好 这么多人 这要有问题的人 看谁的时候举的最高 后面的同学对不起了 后面同学我们这边抓你有点困难 我只能点前面的同学 点那一位 看上去很有学问的 精控大师 我听了您讲的佛学 我觉得非常有道理 而且很受启发 但是我也有几个疑问 想跟您做个交流 首先第一个 您说到就是 拯救这个世界 或者管理这个世界 要靠宗教 不是靠法律 那么我想请问 假如说现在有一个杀人犯 他想杀你 你是用宗教来对付他 还是用法律来对付他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就是您在这个讲演中讲到 目前现在 现代社会 或者现代世界 其主导的文明 是会把人类推向灭亡 但是我在佛教的教义里面 也看到了这种灭亡 假如佛教里面 有一个教义 就是不尽女色 不尽女色 假如说 大家都像大师一样 不尽女色的话 那么人类 是不是就繁衍不下去了 是不是也是人类的灭亡 好 我去两个问题 坐 这是两个 劫难佛教徒的 最常见的问题 劫难了上千年了 第一个问题是一个杀人犯 是用宗教去感化他 还是用法律去制裁 应当用感化 用感化 你看这个 我相信很多人看过《金刚经》 《金刚经》里头有一个例子 就是人如先人 被戈裂王给戒身体 这个故事 出在《大涅槃经》里面 《大涅槃经》 把这个前因后果讲得很详细 《金刚经》上只是引用了一下 引用一下 一定要用感化 不能用暴力对付 这个事情 一定要知道前因后果 而且真正明白 事实真相的人 晓得 任何一个人 都没有死的 这个一定要懂得 身体不是我 如果身体是我 那生死了我也就灭了 我不死 我不生不灭 我不来不去 身体是什么呢 是我所有的 就像我的衣服一样 是我所有的 衣服有生灭 我身没有生灭 身有生灭 我 那我们一般现在外国人讲灵性 灵性没有生灭 所以人呢 一定要懂得 真正有智慧的人 懂得要把灵性往上提升 不应该因为这个肉身 是你的灵性的 下降 那就错误了 要想象这个 这个人家来还杀我 他为什么不杀他呢 他为什么杀我呢 这就讲到的时候 过去身中的怨恨 这个老子想讲的何大怨必为余怨 过去身中我跟他有过节 还有余怨 所以这一身遇到了鸡毛三匹小事情 不值得一提的 他会演变成很大的冲突 他有道理啊 那个根是重在前世 这一身当中是个怨恨 你真正了解了 我纵然被他杀了 我也很欢喜 为什么呢 这一笔账结了 下一次再碰到这 好朋友了 就了了就结账了 你一不懂得这个 你就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你要从法律的诉讼 或者是你要去报复 哎呀 那个可怜了 生生世世 约约相报 没完没了啊 这不能解决问题 这是制造麻烦的 为生生世世制造麻烦 但是我们今天讲这个呢 一般人相信科学 不相信神圣的神学 不相信神的耳神的话 他相信科学 所以到他自己 他死了之后 他还有灵性或者 那个时候他后悔就来不及了 所以古报肯定会陷进 这些事情 所以我最近 我们在外国嘛 在外国的时候 一定要学英语啊 不英语不学的时候 你就没有办法在外国生存啊 所以我们学院也开这个英语过程 我的教材呢 我是选美国的预言家盖西 他的报告 我用他那个呢 做我的学习英语的课本 这个报告内容就是肯定 这是美国人自己写的 肯定人有轮回 肯定人呢 有过去 而且他说的 说的话说得很好 每一个人 一生当中 绝对没有突然发生的事情 绝对没有前因的事情 他说不可能 任何一桩事情的时候 都跟前世 跟后世相连 我只重视他这个理念 所以取他的这个报告 作为这个英语教材 一方面学语文呢 一方面的时候 懂得西方人对于英国轮回的看法 那么盖西在这个美国影响力很大 他现在有很大的图书馆 全世界有不少人去研究他的东西 这是 那这个人呢 在我们佛教看的时候 我们知道 他是灵鬼附身 他不是他的本能 所以他在睡眠当中 附身的时候 他就起作用 他醒来之后 那个灵离开之后 他什么都不知道 他自己也没有受过高等教育 好像只是一个 小学初中的 小学成都的样子 所以这是 灵没附身 灵没附身在全世界 各个地方都有 在中国我也遇到不少 所以他这是 这个是我们要懂得的 那灵没附身 我们听他的话 就要注意 不要被鬼骗了 人会骗人 鬼也会骗人 所以你一定听他的 他讲的和情和理 这个可以做参考 他讲的如果说违背情理 那就是他欺骗人 所以不可以上鬼神的当 我们跟鬼神往来 跟人往来是同样态度 我们尊重他 但是我们也很谨慎 不能被鬼骗了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么你第二个问题呢 第二个问题 你可以说 你可以大胆放心 为什么呢 这世界上人不可能都去出家 绝对不可能 谁也走不到 所以重视这个情欲的人 占决定大多数 真正心地亲近的时候 是极少数 那么在极少数的时候 能够把这个五欲 就是我们讲的财色明实睡 看得很淡的人 他的智慧高 他的心地亲近 我叫做 他的灵性高 那么这种人呢 可以做老师 可以做教师 来教化众生 至于放不下的呢 那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凡夫 凡夫跟圣人差别 就在此地 除这个之外 没有一丝毫差别 这个是我们学佛 修道不能够不了解 那么这是在大臣经里面 佛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能够彻底放下执着 执着在佛经里头 叫见思烦恼 能够把这个放下来 六道就没有了 能够放下分别 分别心没有了 你的心更清净了 十法界就没有了 所以六道十法界 从哪里来的 从分别执着里头变现出来的 你有这个东西就有 没有这个东西 这个境界就没有了 所以金刚金讲 凡所有相皆是希望 一切与为法如梦幻泡淫 如路亦如电 因足如是观 所以我们对于这个世间 要很冷静地去观察 你比如说世间人 求财 求智慧 求健康长寿 学佛的人求 基督教他也求 我在美国 我们道场附近的邻居 他看到我们 他问我们是做什么的 我们就告诉他 我们这是佛教 什么是佛教呢 佛是智慧 是求 佛教就是智慧的教育 觉悟的教学 他明白了 他说这个好 他说那你们求什么呢 我说我们求财富发财啊 我们求聪明智慧 求健康长寿 他说这个我们都要啊 我说好啊 你们礼拜天上教堂 礼拜六到我这来 不冲突 为什么呢 你上教堂啊 上帝是你的父 你们跟上帝是父子关系 你们到我这来 佛我们是私生关系 就像你们念书一样 你们在学校有老师 在家里有父母 家庭跟学校不冲突 一点冲突都没有 你们到我这来 星期六都到我这来 我这里教你怎么发财 教你智慧 教你健康长寿 他们都很欢喜 确实没有冲突 所以现在很多宗教 为什么它互相抵触 拉信徒 这是绝大错误 这是对人很不尊重 所以我们不但不拉信徒 我们鼓励你 好好信这个教 好好学这个教 你不但你学 我也学 我也学 你们都有好东西吗 我当然要学 我不学 我不学就没有智慧了 那你为什么学佛 佛里都有好东西 每一个教里都有好东西 我都要学 我说我是佛的学生 也是上帝的学生 也是真主的学生 我说他们都是我的老师 我都很认真 很努力地向他学习 所以我说 我们的智慧才能够融会贯通 你学你的一家 不知道别家 你当然有智慧 智慧不通 不通就产生障碍 障碍里面就产生矛盾 那就麻烦了 你这个生活就不快乐 你就痛苦了 你通通的通 你就快乐 你就没痛苦 真真是利苦得乐 所以我教他们 那教他们 真有效啊 不是没有效啊 所以佛家讲是 因与因果 我们讲财富 讲这个聪明智慧 健康常说 是讲的果报啊 果必有因 你不种因 你哪来的果呢 因是什么呢 因是佛家讲的布施 财布施的财富 法布施的聪明智慧 无微布施的健康常寿 无微施 帮助一切苦难众生 离开恐怖 这叫无微布施 所以佛门里面采取素食 素食就是无微布施 不食众生肉 不伤害一切众生 这是对于一切动物的 无微布施 这健康常寿 我26岁 接触佛法 张家大使 把这个道理讲给我听 佛师门中 有求彼得 我相信 我相信老师不欺骗我 依照老师的教诲去做 我这三种果报都得到 我在年轻的时候 很多人给我算命看 像活不到45岁 我现在78岁了 所以不求我 我没有求 但我觉得这是应该要做的 应该要全心全力帮助人 所以三种果报都先前 我在澳洲 图文巴这个小城山城 在那里建个道场 没有人敢在那里建道场 为什么呢 那条没有佛教徒 清一色的基督教徒 是最保守的基督教的一个地区 我跑到那里去了 所以连他们这个多元文化剧长 那个昆斯兰州 就问我好几次 他说法师 你为什么选择那个地方 很多人考虑着 你在那里怎么活啊 我们现在差不多家里吃饭的人 有七八十人 每一天 你怎么活下去 我说我很简单 我就在银行里头开个户头 我把这个户头在我的网络公布一下 全世界就有人把钱寄到我这个户头来 我说我也不知道谁寄来的 也不知道寄来多少 多少只有银行呢 金办的人他知道 可是越一越都用不完呢 所以我还可以做很多慈善救济事业 他们都感觉到不可思议 这是什么呢 我一生不失 所以我需要用的时候 自然这个钱就来了 要多少就有多少 你说多快乐啊 我又不问人家要一分钱 从来不画云 从来不开口 是由人家捐一分钱 自然就来 真的是要多少 要多少 你说多快乐 老师给我讲的佛经上讲的 真的兑现了 那智慧真的一年比一年提升 我讲今年四十六年 这最近二十年讲的东西 都留着有罗湘态 罗云态 你拿我的东西来比较 你就听 你就晓得 我讲这东西的时候 一年比一年清楚 一年比一年透彻 一年比一年实用 这是智慧增长 健康长寿 这个身体就度很多人 我现在跟这些 许多做和平工作的人 跟他们站在一起 他们年龄都比我小很多 这些大学教授 他四五十岁 我这七十八岁了 站在面前 他比我老啊 他不如我 江本生博士研究这个东西 研究这是十年了 他今天才六十多岁 他一见到我之后 头一发思 你是怎么样保养身体的呀 我告诉他 我所保养身体 就是你研究这个东西 这是什么呢 爱心 亲近性 我说你虽然研究 知道爱 知道爱心 知道感恩 你没有做到啊 你不能落实啊 所以你身体不如我 我做到了 我落实了 所以你这东西 我一看就明了啊 他就不如我 他要跟我学啊 我的生活很平淡 平常就是喝水 人家送过我的东西 实在是多都不得了 我都马上就送人 为什么 我通通不吃补的 那个补品呢 都是毒药 都有副作用啊 为什么呢 他不顺乎自然嘛 我们自然的 你看每天青菜豆腐 这个喝水 这个吃的少 少 决定健康 没有零食 生活有规律 那就去健康场所 无论在哪个地方 我的精神比人好 体力比人好 这个很重要 我们真的做到了 心底亲信 爱心 变满宇宙 善意 至少是对整个地球 没有任何分别 到哪里 对一家人 所以我到印尼 印尼人告诉我 他说法师难者 法师比印尼人还爱印尼 我说这个话讲得没错 入境随俗 入境要跟当地融成一片 不能有丝毫分别 要爱护那个地方 爱护地方人 爱护地方这屋 爱护地方上传统文化 那我们的学院 是买的一个基督教教堂 我们只是外面招牌 把那个基督教堂 换成这个禁宗学院 换一个招牌 里面呢 那个十字架 换了一档阿弥陀佛像 其他的完全没有改动 所以他们当地人很欢喜 我们尊重他们的文化 没有丝毫改变它 那每一年的圣诞节 我们还照基督教一样的形式来做 所以他们很压抑 你们佛教为什么 我们庆祝你们的戒指 尊重别人的文化 爱护别人的文化 我们爱他 他就爱我们 我们尊敬他 他就尊敬我们 所以我们到那里 不到一年 我们就跟这个政府人民融成一片 受到大家的欢迎 没有别的爱心 真诚的爱心 决定没有分别 尤其佛教跟我们的整个宇宙 我们一个生命共同体 我想下面请大师 用一句话 来总结一下你今天的演讲 这一句话就是 仁慈博爱 希望我们永远记着这句话 仁慈博爱 是我今天团结 全世界宗教中心理念 任何宗教都将仁慈博爱 仁慈博爱是所有宗教 共同的语言 共同的理念 目标都是叫一切众生 利苦得乐 所以它中心理念相同 最后目标相同 宗教可以合作 好 非常感谢金光大师 今天精彩的演讲 也非常感谢 今天在座的北京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 和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同学们 谢谢大家 下周同一时间 大红英世纪大演堂 再见 下周同一时间